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荣乃大 无欲而刚 欲是自己 荣是他人 但是他说这话呢 咱们今天先分开 先不说无欲而刚 先说有荣乃大 他说呢 荣是他人 其实我 我觉得他说对了一半 荣也是他人 也是自己 而且自己的荣对你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拨开来分析这事儿啊 确实是 在这个世界上吧 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包容 亲切 对自己友好 但是 就是从事实来说是不太可能的 这就是说呢 别人的包容是有前提的 那谁对我们的包容性最好呢 那首先肯定是我们的父母 父母对孩子的包容是无条件的 甚至可以去用生命 整个生命去包容 也就是以命换命 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今天说的包容不是说好坏 只是说包容 包容可能变成逆案 但是也可能变成一个大爱支持他继续前行 那再次呢 那就是我们就是直系亲属啊 这个旁系亲属啊 这些所有的亲朋好友 包括你的同学朋友 因为对你有更加的了解 他们呢 会多多少少的对你有些包容 有些扶植 有些支持 在生活中 其实我们几乎都是平等的 那什么你可以得到更多的包容呢 那我觉得首先可能就是你的能力 你很有才华 你很有能力 你的上司很看好你 那对你肯定有所包容 因为他怕失去你这个人才 失去你这个千里马 这呢也得看你的运气 你的技能独树一致 投一把 那也得包容你 再上升呢 那肯定就是权和力了 当你更有钱 更有权 这当然会包容度也随之提升 据说呢 罗斯卡尔德家族控制整个西方的经济嘛 他们家族的成员是高于国家和法律之上的 中国有老话啊 说是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我觉得这个要是现实的话 这句话就没有意义了 那我们再伸播一下哈 他咱们说皇上犯罪与庶民同罪呢 根本就不敢说了 而且呢 就是既然有这句话 那就说明他没有做到 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 那我想简单地说呢 包容容 这是我给波罗皮看到心说一下这个 这是别人的包容 我们人人都希望包容 因为我们可以走得更加畅快 但是你没想想 你的交纵是不是伤害到别人了 这里呢 这个容就又说到你自身的容了 你为什么交纵 你可能是呢 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包不住你的野心 我觉得什么样人能更加平静呢 那也就是他 他和自己的雄心壮志 达成了一个妥协 包容了自己的平庸 包容了自己的所有的愚蠢和过错 他才能更能平平淡淡地生活在这个世上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我论容的话 这个容就是对自己的包容和解 是对你自己生活的一个更好的更有作用的一件事情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然希望自由 当然希望所有的人都包容你 但是我说了 除了父母对你是无以复加的包容 你的亲朋好友是对你有限度的包容 如果你有一定才干 你的领导 同事才对你有了一定容忍度 那剩下的当然就是靠你自己创造的能力啊 权力啊 金钱啊 可能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如果你失去了 你这个包容度马上就下来了 但是真正能让你过平静生活的 是自己对自己的包容 当你包容了自己 你才能包容这个世界 才能对这个世界更加宽厚仁慈地去看待 这个我觉得才是重中之重 并不是说容是他人 他人给你的容到哪儿都是有限度的 你自己和你自己的和解 才是你走向新的生活 走向更高发展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心理的积淀吧 这个是我今天想说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吧 就是每个人要包容自己的平庸 包容自己曾经干的蠢事 包容自己过去的过错 要在包容自己的前提下去发展自己 而不是给自己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压力 而举步无前 今天我就简短的跟大家说一下 我对容的理解 这个有容乃大 是别人对你的容 还有自己对自己的容 这两个都大了 你才能更加畅快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是老卡 谢谢大家 再见